今天和大家讲下两个在Facebook里面 找出产品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John Lui 网址John Lui.com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尽快按个Subscribe 键 还有最重要是按这个钟 有新片就会警告你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还可以like这个影片 John Lui.com 想透过Facebook找出优秀的产品 它叫Winning Product 我们一定要下载两个Extension 你现在在用Google Chrome 去Google Chrome Store 你搜寻Google Chrome Web Store 就会来到这个版面 在Extension 搜寻Facebook App Finder 你就会看到这个Turbo App Finder 第二个就是Facebook Pixel Helper 就是这个了 你两个安装了之后 你就去到你自己的Facebook Page 在Facebook之后 就转上了这个Turbo Finder 它就会把你Facebook里面的广告 其他朋友或者pagelike的feed 就全部删走了 就纯粹看到一些Facebook的广告 你看到有不同的广告 你看到这个是十万个views的 或者1.5个share 那这些很值得你去研究一下 这个是20个share 5个caseview 那当然你看到这么多的share 和这么多views 未必是真实的 因为可能累积了很久 那一陣子的教育方法 就是你Filtre了一些比较新的 这个月或者过去两个月 做得比较好的产品 那首先呢 如果我们想看优质的广告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告诉Facebook 我们是一个shopper 是在网上买东西的 以及我们是一个engaged user 那我们怎么成为一个engaged user 就是like了他的东西 以及你把这些东西 save video 这些都令你成为一个engaged user Facebook又会classify 你一个engaged user 如果有人target 你呢 那你就会看到这些广告 那另外一件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广告呢 那其实这里 我想大家就知道 那这里有三个点 When Why am I seeing this ad 你按下去 他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会target到你呢 因为他说target是一至六十四岁的男性 Based on你的Facebook profile 所以他就能够出给你看了 那这个是其他方法 那刚才我们点了like 以及save了 就告诉Facebook 我们是一个engaged user 那我们按下去这个 那我们这次先假扮一下买东西 那为什么要假扮买东西呢 因为 有些人 例如有些广告商 卖东西的人 他们呢 他们呢 就希望target一些 在online买东西的人 那你要告诉Facebook 你是一个online买的人 那当然你不用真正买了 那现在就教你方法 假设我是买这个single kit 那你的步骤呢 去到最尾 什么意思呢 就是add to card 去到card page 跟着就去checkout page 跟着checkout 那你自己随时就可以了 记得刚才你装了一个 叫Facebook的pixel helper Pixel helper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你见到现在你的action 在Facebook看到你的pageview 你是没有买到东西的 你是没有买到东西的 那我们现在就买东西了 那你买东西的方法呢 那我们来到这个checkout page 我们按一下pixel 你的pixel呢 有个initiate checkout 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 你按下dropdown 这里有个content id product id 和price 跟着呢 我们有个script 把这个product id 和price 抄到我们的script 那这个script 在我joni.com 邪 ebusinesses 那个page 我放在下面的 那大家可以回去 可以用一下 那我们将这个x 就 replace 这个product id y 就 replace 这个price 之后 那我仍然在这个page 跟着我们按inspect 这个按键 就去到 google chrome 的developer console 跟着呢 去console 这里呢 我们将刚才的code 抄到 这里 这里 那 就告诉我们 Facebook 在这里买了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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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page 那个 purchase 你看到这里 purchase 就是我们已经在 网站买了东西 那 当我们告诉我们 Facebook 我们是一个 买家之后 那你记住 去到你的Facebook page turn on 你的turbo app finder 那你就会看到一些 比较高质数的广告 那这些广告呢 它 为何是高质数呢 因为它是target 买家 target 买家的广告 比较贵的 而它比较贵的广告 那就是说 这些product 一定是赚钱的 那你应该做些什么呢 那你找一些views 和comment 比较多的 那你就可以看看 那间公司 那就是说 如果他们做个产品 做个广告 有很多views 和comments 就是他们知道 他们做些什么 那 之后呢 我们怎么做呢 看看他们之前 卖那些什么广告 和成绩是什么 那 Facebook 有个叫 Facebook.com 邪 ADS 邪 Library 那你就可以找回 相关的广告商 的 资讯 那我用这个例子 Cinnafocus 那我们试试 找不找到 他 那个 之前的广告 先 那你找到了 Cinnafocus 那这个不是太理想 那是三个like 那anyway 我们可以 看回 他之前做过的 所有产品 和广告 什么时候出过 还有有多少views 和广告怎么写 这些呢 都很值得去参考一下 那 based on 这些数据 你就可以知道 哪些产品是好卖 那你之后可以再研究 那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呢 你可以search 就是说 那些广告商经常用的keyword 例如 他 通常这些广告 他都说 5 star reviews 50% off 这样的嘛 那你只要在 Facebook那里search 例如search 50% off 那你会 就会见到一大堆 相关的广告出来 那我们现在 turn off 这个turbo access 因为拖到我 很慢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这个search bar Facebook的search bar 就按search 一个50% off 试一下 我们现在试一下 50% percent off today 那通常他们都是用这些字 去吸引人的啦 那你可以看一下 50% off 那他出了一堆呢 就是 他的广告里面 有这些字的 的广告商 那你就可以用回 刚才我们的方法 用s library 啊 看他有多少comments 多少share 或者再看他那个page 呢 賣什么产品 那这些呢 全部都对你 有帮助的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么多 那遲点再分享 给大家 有什么可以帮助大家 做多些生意 找多些钱 是 johnlay dot com 知录 齐 那 那 是 ILL 感谢观看